2024年8月8日 台湾媒体首次公开了一款自研的中程弹道导弹 显示了该导弹的生产车间和重达20余吨的重型组装架 这标志着该导弹的首次公开亮相 此外 军备局在其最新的先进科技计划中 意外提到了一项关于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研究 进一步印证了台湾新型远程导弹的存在 从早期传出的消息到如今的媒体曝光 这款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显然已不再是秘密 据报道 这款导弹由中山科学研究院内部的一个计划是负责研发 在过去几年中 该计划是已成功研发多种导弹 在军备局早前发布的关于2025年先进科技研究计划中 中山科学研究院提出了一项突破性计划 旨在研究超音速燃烧式的主要特性和超高温复合陶瓷材料 该计划预计在三年内开发耐高温高热的防护材料 并改进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燃烧式和喷烟系统 高超音速武器以其更高的飞行高度和更快的速度著称具备强大的突防能力 同时 其出色的机动性显著缩短了敌方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 从而形成远超传统导弹的威胁 因此 高超音速武器的特性与能力 使其成为台湾导弹系统发展的重中之重 而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的这一计划 则是高超音速武器研发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核心在于超燃冲压发动机 那么 在台湾的各类导弹计划中 是否已经有高超音速武器完成研发呢 这里不得不提及 中山科学研究院内部的晴天计划室 该计划室成立于2019年8月1日 在过去30年里 晴天计划室极其前身 已实施多个专案 包括晴天 晴生层系和晴阳等 除了天空系列防空导弹和雄风系列反舰导弹外 晴天计划室还涉及了其他多种导弹资源的开发 近年来 晴天计划室的研究范围 扩展到运载火箭和弹道导弹等领域 目前 台湾公开的导弹系统中 雄风2亿学航导弹的射程 已超过1000公里 此外 还有一些尚未正式亮相的导弹 如云风学航导弹和晴天导弹 以及一款未知的弹道导弹 美国智库曾对云风导弹进行过分析 推测其射程在1200公里至2000公里之间 认为这是台湾的重要打击武器 至于晴天导弹和未知的弹道导弹 虽然美国智库没有具体介绍 但基于台湾以往的导弹研发项目 我们可以对它们的特性进行一些合理推测 在20世纪80年代 台湾从美国引进了冲压发动机技术 并于1996年启动了一项计划 专注于设计和测试冲压发动机 在远程和高速学航中的应用 这项计划是晴天专案的前身 随后 台湾在此基础上 研发了雄风3型超音速导弹 在雄风3型导弹完成研发后 台湾开始推出射程更远 速度更快 威力更大的远程导弹 该项目由中山科学研究院内部的W99小组主导 最终发展出云风对地攻击导弹 根据现有公开资料 云风导弹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 超音速对地攻击学航导弹 不过 由于台湾将其藏于雄风3型反舰导弹的项目之下 因此 外界关于云风导弹的信息相对溃乏 2012年 台湾启动了云风导弹的秘密试射 并在2013年完成了中低空全射程飞行实验 然而 军方认为云风导弹的精度不达标 无法满足其要求 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变化 使得云风导弹的研发在一段时间内暂停 经过数年 云风导弹的研发才得以重新启动 2019年 媒体报道指出 台湾计划实施云风导弹的量产 然而 鉴于技术难度等多重因素 台湾决定将云风导弹的研发工作进行了调整 与青阳冲压发动机等项目并行推进 最近几年 中山科学研究院在屏东和台东地区 多次进行高空导弹试射 外界普遍猜测 其中可能包括云风导弹 2019年 台湾启动了云风导弹的量产计划 在同年启动的飞机二号项目中 云风导弹的预算被纳入其中 涵盖了导弹生产的原材料准备阶段 青阳冲压发动机项目 以及麒麟推进系统等内容 到2021年 台湾重新评估了云风导弹的量产计划 预计将在2027年完成量产 随后 台湾加快了云风二型导弹的研发 预算超过4000万新台币 目标是开发一款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对地打击导弹 按照规划 云风二型导弹的飞行速度将达到6马克 因此 中山科学研究院在2022年6月 将该项目更名为晴天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到2023年 媒体报道称 台湾已完成晴天导弹的第一阶段量产 共生产了15至20枚导弹 并配备了10套发射系统 目前 这些装备已交付给台湾空军 并在台中和台北地区进行了实战部署 在性能方面 晴天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外观类似于放大版的雄东三型反舰导弹 弹体长度达到14米 推进器直径为1 2米 采用晴阳冲压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可达6马赫 射程可达2000公里 虽然晴天导弹的性能 已基本满足台湾的需求 但台湾并没有止步顾前 开始研发更加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就是最近媒体公开的 晴天二型高超音速导弹 与前一款晴天导弹不同 晴天二型是一种陆基中程 地对地弹道导弹 采用两段弹体设计 并使用复合材料 导弹配备固体火箭发动机 最大射程预计将超过2000公里 甚至可能达到3000公里 同时 晴天二型的战斗部 可以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进行更换 包括高爆子母弹等常规战斗部 这意味着 晴天二型导弹的主要打击目标 将是地面上的高价值固定目标 考虑到其采用陆上机动发射方式 晴天二型在作战时的生存性相对较高 目前 根据台湾高速的最新消息 晴天二型导弹已经进入量产阶段 然而 由于这一导弹仍处于秘密生产中 关于其详细外观 弹斗部尺寸 具体射程 制导系统 部署地点 时间及生产总数等相关信息 仍较为匮乏 同时 军方仍在进行发射车的采购工作 此次曝光的导弹弹体 被猜测为晴天二型 很可能是晴天二型的增程版 只在完成阶段性研发 此外 台湾还在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发动机的研发 据媒体报道 台湾近期发布了明年的高级研究计划招标公告 显示将开发一种新型发动机 作为未来高超音速武器的推进系统 此项目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监督 开发工作预计将于2025年启动 并持续三年 重点围绕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材料与技术 专家表示 高超音速武器研发成功的关键 在于材料的选择与散热设计 今年6月 台湾向高校发布了一份文件 寻求能够耐高温的复合陶瓷材料 以改善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点火与火焰保持能力 该项目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监督 作为新型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快速 高空飞行和机动能力 能够在敌方防御系统做出反应之前实施打击 展现出远超传统弹道导弹的威力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研发进程 对这种武器至关重要 它是一种先进的喷气发动机技术 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空气进行燃烧 并在短时间内将导弹的飞行速度提升至5马赫以上 与传统喷气发动机不同 超燃冲压发动机没有活动部件 因其不需要旋转的风扇来压缩空气 数年前就曾有传闻称 台湾可能装备新型高超音速武器 称为晴天徐夜导弹 台湾军方当时还进行了大量宣传 声称其射程可达2000公里 近年来的新闻报道显示 台湾已多次进行相关的试验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在远程导弹的试验过程中并不顺利 晴天导弹的射程超过2000公里 主要依赖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 然而 由于台湾面积较小 测试区域有限 因此 晴天导弹的验证工作 只能通过分段测试来获得部分数据 尽管如此 台湾并非没有其他测试程度 长期以来 台湾采购的武器 通常会在美国本土进行实弹测试 例如 2016年采购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就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测试厂 进行了首次实弹射击 此外 2021年5月 台湾还在岛屿东南方向 成功试射了AM120中程空空导弹 有媒体报道指出 中山科学研究院 可能会借鉴爱国者导弹的测试模式 计划在海外对晴天巡航导弹 进行全面的实弹测试 然而 晴天系列导弹 是台湾军方的最高机密 尚不清楚 军方是否愿意在美国面前展示这款导弹 另外 在本月3日 媒体在台湾防务部门公布的 管制军品清单中 发现了天宫四导弹的最新消息 这是一种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 反弹道导弹拦截弹 属于强攻计划 去年8月份 该系统的新型雷达在导弹之前 完成了一部分测试 并交由海军单位进行试用 此外 去年在九鹏基地 进行了双发拦截把弹的测试 目前已开始小批量生产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